看著我上課的 要不然全班後課 對了 我們現在上課了 不要緊你跟我搬到這裡 MISS 搬來搬去這麼麻煩 不如算吧 給MISS 閉嘴吧 給MISS快速搞定 就可以早點下課 MISS 又玩又欺負 不玩行不行 你們 MISS 我們只是不喜歡上課 MISS 我不是港鞋 周俊賢和邦泰賢兩個小六學生 排演的這個兒童劇 原本由五個朋友合演 每天只有兩個人 他們即時可以一人分析四個 現在我都很欣慰 他們叫他們兩個 其實我們看的那天 是五六個小朋友一起做那個show 其實是寄屬所有其他人的對白去做 懂得變通 不用靠人 果然不是港鞋 很有趣的 這個是 我覺得港鞋也可以是好的香港小孩 我從來不覺得所有小朋友是港鞋 港鞋是可以好的方面 好的香港孩子 不應該用港鞋來用一個不好 就是他們界定的定義就是不做事 可能發外張口 不切瓜 那些 我不覺得一個港鞋這個字 可以代表所有小朋友 鄺太和周太在兩個兒子四五歲的時候 帶他們參加一間藝術學校辦的兒童劇課程 雖然弟弟平日在家裡 有時不免散漫放縱一些 但入到劇場 立刻便變得合作又乖巧 覺得時下港鞋這個名詞 實在太過以偏概全 其實戲劇裏面 有很多對一個人成長的元素 是非常之有用的 譬如溝通 因為戲是一個人做的 就算你做獨腳戲 一個人做的戲 其實你都要面對觀眾 這是第一件事 就是你和人一起溝通 一台戲是需要很多人一起合作的 這是合作性 第三就是它的表達能力 因為戲劇一定是講表達你 和說話的技巧 欣榮培是藝術學校校校長 他說 香港是高度商業化社會 凡事以錢來都衡量 入名校讀好書 才有機會賺大錢 於是弟弟不理有沒有天分和興趣 總之學齊十八般武藝 務求不輸蝕給其他弟弟 扭曲的社會衍生出怪獸一樣的家長 家長再將壓力轉嫁給子女 港鞋就是這樣誕生 香港的土壤 教育的土壤 我們的土壤 其實就是 我已經是填鴨色的 大家因此大壓力的時候 我們是否需要給予更多的自由小朋友 正如你所說 我們有沒有把我們的壓力 擺到小朋友身上 有沒有把我們的憂慮 擺到小朋友身上 有沒有把我們的憂慮 就令他們變成憂慮的子女 大家考不到名校 是否大家抱著一起哭 很多時反而不是看你的衣服 很多時會看你以後的人生 你的歷程 你怎樣磨練 在經歷今天的海嘯 你怎樣面對那件事 街頭智慧等等的事情 我覺得我們要重新 家長要重新思考這個問題 究竟我們的小朋友 特別你這個小朋友 他需要的究竟是甚麼